怎么用反手发出短侧弦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演示 发反手短侧弦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第一跳点 第一跳点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找两根绳摆出这个区域 把球材分成三份去中间区域 然后我们让第一跳跳在这个区域里面 基本上这么一个区域 然后用合理的力量让球二跳不出台即可 在发的时候因为是侧弦的反手 所以我们拍面尽可能要立起来一些 不要太平 立起来一些以后更容易接触球的侧面 然后去做加速这么一个姿势 加速 加速 在力度上我们要尽可能的收力 不要去太把力量释放出去 要做停手动作 也就是一个在我们不管摆多大 在接触球瞬间要做制动 做停 才能把力量收下的 主要是一个力度问题 把它尽量做得稳定一些 在发这种反手侧弦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拍瓣往斜上领这种方向去做手 会更容易接触到球的侧面 在发到对手的位置上 尽可能发到中线的偏左侧一点 这个位置 中线的两侧其实都可以 不要让他出台 对手接起来会感觉很便宜 希望大家多尝试多去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